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日前召开第二季度例会 会议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 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 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要求 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金融风险防控稳妥果断推进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 会议指出要继续密切关注国际 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深刻变化 增强忧患意识 保持战略定力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适时适度实施逆周期调节 加强宏观政策协调